当地时间1月15日,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兴致勃勃地抵达了巴尔莫勒尔的克拉西科克教堂,准备参加周日礼拜活动。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由于哈里的回忆录,备用,以及他为了提高销量而接受的一系列的采访,英国王室再一次经历了动荡,只不过从查尔斯和卡米拉那灿烂的笑容看,他们要继续前进,不受风浪的干扰。 但在现年76岁的英国作家汤姆·鲍尔看来,查尔斯的乐观只是流于表面,其实他是恐惧的,他在害怕自己的小儿子哈里。 为此曾担任BBC记者和电视制片人的汤姆魏,每日邮报,写了一篇稿子,被刊登在了头版。 汤姆·鲍尔告诉读者,查尔斯和卡米拉最近在克拉伦斯宫举办了一场私人晚宴,受邀的嘉宾们明显地感觉出,国王不愿意跟哈里就不忠的事情进行对峙,为此他们很是吃惊。 查尔斯向客人们透露说,与其为一项重要的原则而战,他更愿意回避一场激烈的战斗。 可能正是查尔斯的这句话和他的想法被透露了出去,所以英国的很多报纸在十四日晚间都不约而同地报道了一件事情,他们引用宫殿消息人士的话称,国王可能会无视哈里的背叛和欺骗,在五月的嘉宾里到来前和小儿子进行和解,而且查尔斯很可能会承认自己曾犯过错误。 显然,这是查尔斯正在屈服哈里的压力,为此白金汉宫的官员们也担心,他们正在失去对这件事情的控制。 汤姆·鲍尔称,最让宫廷人员感到棘手的消息应该是,哈里宣称在,备用出版之前,他删除了其中的很多篇幅,这些东西能组成另一本书,而且他也直言不讳地表示。 如果这些东西公之于众,那查尔斯和威廉将再也不会跟他说话了。 分析指出,哈里已经开始威胁他那身为国王的父亲了。 没有人比查尔斯更清楚,哈里书中所涉及的他与戴安娜动荡的婚姻,他与自己父母那艰难的关系,以及他和卡米拉的通奸,只不过是皮毛而已。 四面楚歌的国王知道,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他的儿子汤姆·鲍尔如此邪道。 查尔斯有足够的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在戴安娜去世后,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但他本该给予儿子们足够的支持的。 在周末或是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和卡米拉依偎在一起,而哈里则是被留给了保姆。 汤姆·鲍尔指出,天生不愿直面个人问题,回避矛盾,是查尔斯本人的一个主要弱点,而这也是他面对哈里的挑衅想要妥协的主要原因。 哈里书中写过一句话,在菲利普亲王的葬礼之后,查尔斯曾恳请威廉·哈里说,孩子们,别让我的晚年过得痛苦。 就那一句话,查尔斯已经展示了他的弱点,他担心自己的统治会被哈里和梅根给破坏了。 而查尔斯可能没有料到,他那来自美国的儿媳妇是最擅长寻找人类弱点的人。 在汤姆·鲍尔看来,正如梅根羞辱了他自己的父亲并将其抛弃一样,梅根也要对哈里的家人进行报复,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过他们的轻视,而这也是哈里说出要让家人们给梅根道歉的原因。 你们知道你们做过什么?显然这不是红发王子在说话,而是梅根在借他的口说出自己的要求。 作为一个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电视行业中取得成功的老油条,梅根可以嗅到一英里之外的弱点,而查尔斯总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发现自己进退两难。 查尔斯第一直觉就是和解,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屈服于哈里·梅根,可能会危及自己在英国民众中的地位和声望。 而且不只是民众,如果查尔斯想要按照哈里说的那样道歉和解,威廉·凯特也是不会答应的。 他们积极维护着王室,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一点从哈里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等级赋予了他们特权,引发了那对夫妻的强烈嫉妒和愤怒。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哈里王子的新书中,他不仅挨个痛批了王室成员,还抨击了戴安娜王妃的前管家保罗·伯勒尔。 现在,保罗回应了,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哈里。 哈里王子说,他19岁时在澳大利亚做农场工作时知道了保罗写的那本书的存在。 哈里写道,他想飞回家面对伯勒尔先生冷酷而公然地背叛,但他的父亲和哥哥说服了他。 被哈里批评后,保罗曝光了很多哈里和威廉小时候的事情,还批评了他的妻子梅根,并表示戴安娜王妃对小儿子的做法会非常感到震惊。 上周,在哈里王子的回忆录出版后,伯勒尔先生说,戴安娜会对他小儿子的行为感到震惊,并指责哈里王子的做法非常不合适。 他补充说,他认为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和哈里都要受到人们的批评,虽然只有哈里出书了。 他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梅根,就在他身边,指引着他前进的道路。 你不能只怪哈里,你得怪他们俩。 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国王和哈里即将成为国王的弟弟被拖垮。 还有关于凯特的流言蜚语,凯特从来没有走错一步。 但另外的故事也许没有人会知道,因为王室成员认为保持沉默能让他们变得又有尊严。 另外,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戴安娜的前管家猜测,哈里王子的怨恨的种子可能从小时候就已经种下。 保罗称,苏塞克斯公爵小时候会感到困惑,并嫉妒他的哥哥早餐吃得比他多。 在哈里王子问他为什么之后,他们的保姆会告诉他,哥哥威廉有一天会成为国王,所以他必须要多吃点。 为戴安娜王妃做了十年管家的伯勒尔说,这可能是这对兄弟不合的早期表现,这种关系至今仍占主导地位。 伯勒尔在威廉和哈里的童年时代就在身边,他说,有迹象表明这对王子早年就有竞争关系。 他在接受太阳报采访时表,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可能早就看见了这种端倪。 有一次我看到保姆在早餐时给了威廉三根香肠,哈里只有两根。 哈里会看着他的盘子说,他怎么会有三个?我却只有两个呢? 当保姆回应两兄弟之间的等级关系时,哈里王子当时会选择接受现实。 尽管戴安娜认为两个男孩是绝对平等的,但英国王室把威廉放在第一位的做法, 引起了哈里的不满。 他说,后来哈里发现要达到威廉设定的标准很难, 而当他违背母亲的意愿进入伊顿工学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保罗说,戴安娜曾认为,如果哈里王子上私立学校, 与哥哥相比会不公平,事实也确实如此。 据保罗介绍,威廉比他的弟弟更聪明, 未来的国王更有分寸,而哈里却喜欢扮演小丑来吸引别人的注意。 保罗补充说,他不再认识今天公众眼中的哈里, 也不再认识他在王室长大的那个小男孩, 他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多余感到受伤和愤怒, 所以他从那个地方发泄出来。 与此同时,伯勒尔先生声称, 梅根哈里与威廉·凯特的关系因为房子而进一步恶化了。 他说,当时梅根住在诺丁汉小屋, 而威廉夫妇住在肯辛顿宫, 看到了凯特和威廉的房子, 他,梅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 哈里最近透露, 他不好意思带梅根去看他的家, 他未来的妻子把他比作兄弟会的房子。 其实,梅根在暗示这个房子就像普通的房子, 而不是真正的宫殿, 而哥哥的家更加富丽堂皇, 这也许是哈里在回忆录中, 说他第一次带梅根去他家会很尴尬的原因。 作为戴安娜王妃的前管家, 保罗一定比一般人要更了解哈里王子, 因为他是看着他长大的, 这也意味着他更了解哈里的致命缺点, 哈里在书中批评他, 就像是飞蛾扑火, 自寻短见, 也许以后他会后悔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